大家好,我是KK登敏,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一个基础,就是区块链和比特币的一个区别,对于很多新进来的一些新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比较难理解一些属于,比如什么加密货币,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比特币,什么是以太坊,什么是BnB等等。 那这些概念之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联系,或者是它有怎样的一个区别,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传统的外部,它就是很多网站它是存那个分享信息或者是去看视频的,那搜索引擎是去索引这些网站和数据的。 反过来,谷歌就是最知名的搜索引擎,或者还有其他的币应啊这些,那同样的我们看区块链它其实是用来去做一个区块的记录,或者是说是做了一个记账的概念。 那加密货币是区块链,是区块链技术流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构建在区块链技术之上,目前我们看到的就只有Bitcoin啊,以太坊啊,这些token它有一定的价值。 那也就是说,比特币它其实是一种流行的加密货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出来,其实它们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只是相不相成。 那什么是比特币呢?比特币其实就是加密货币,对吧?那它算是比较早的一种加密货币,那在一定的背景之下产生这样的一个token。 比如我们,如果去打开我100颗,它就会让你去看到,比特币是一个一系列的概念啊,包含了什么经济学,博弈论,社会学,反正各种难点加在一起,最后发明了一个比特币。 那比特币的创始人石中本聪,在09年的时候推出,那本质上它,就是以最简单的理解,它是想做一个点对点的这种电子现金系统。 主要是用来去解决央行发行货币,然后无限的往上增发这个问题。 那比特币的价值其实也是从慢慢的叙事续起来的,对吧? 那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关于叙事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比特币能长这么高,或者是能存活这么久,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和叙事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回头我们可以单独去再做一期关于比特币的整个的一个解读。 那我们看第二点,什么是区块链以及区块链的原理? 区块链它,简单讲,它就是用来去记账的。 比如威迪百科给的概念就是,进入密码学和这种串联的交易记录,就像我画这个简单的图,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串起来的一个感觉。 就是每个区块包含前一个区块的加密哈希,相应的时间戳以及交易记录,就是默克尔数。 这些设举得到了这个区块,然后最后变成了一种分布式的一个系统,然后每台阶段机都可以有一个存储。 最后所有的人去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之后,或者是说别人也认可你的这个记账的这个内容, 这就变成了一条链,然后这条链就被称为区块链。 同时,这条链它有一定的功能,可以存储设计啊,然后就比如以太坊它其实是在某些时候可以去记录一些东西。 它的原理其实就是让每一个区块的一个设举,然后和上一个区块进行连接,刚刚也就说了。 那这时候连接组成了之后,再加上时间戳这个概念,就变成了加密货币的底层的一个记账,或者是说它整个的共识的一个流程。 嗯,区块链其实有很多时候也不能说是只重在加密货币吧,就比如传统的像这种分布式系统,其实也是类似就是延伸出来的。 那以前是有分布式系统去构建的这种服务,就比如一些云服务或者是边缘计算。 那对于区块链而言,它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了一些特性,或者是加了像时间戳,然后编码记录,然后像它哈系值这个东西去计算,然后再通过矿工去维护整个网络的安全。 嗯,加密货币和比特币就是分布在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层之上,或者我们称为就是区块链整个基础架构上的一些原生资产。 有时候别人会让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来交易,用来去购买。 嗯,简单说加密货币可能有点像积分一样的感觉,只不过是这个积分它的记账不能修改。 那其实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一个概念都很简单,那我们再严身说一点就是比特币它和区块链在未来有可能会有哪些的应用场景。 或者是比特币的创新都是有哪些,比特币它发发明了这种区块链的一个技术,区块链技术其实是分布式账本啊,然后对增加密,然后共识机制和智能合约。 那这些都是可以在未来是有一定的程度能得到一些区块链的应用。 就比如目前金融方面的一些Defi啊这些,反正未来我感觉也会是这种应用趋势比较多吧。 以前有很多人会说能用到娱乐啊能源啊什么,最近好像还有一些那个碳循环,反正就是各个加密货币啊,有一些都会往这上面靠,就是看谁的故事讲得好,然后有没有人去认这个东西。 反正目前来看,加密货币就是区块链技术之上的一种资产,或者是它目前可诞生的这种有价值的一些内容。 那未来有可能我们会去看到更多关于社交,然后金融底层的一些修改,然后也会得到更多的website的这种应用吧。 那我今天就说那么多。